IT全播报新极库讯早知道 此前消息 刘作虎确认今年会有1加7和1加7Pro两款机型 且1加7Pro将有支持5G的版本 近日有国外爆料人进一步给出了两款手机的细节配置 作为超级线定位的1加7Pro 予即将搭载一块6.7英寸3120x1440显示屏 刷新率90赫兹 后置三摄为4800万主镜 加800万长焦 加1600万广角 前置为一颗1600万像素自拍镜头 采用骁龙855处理器 6加128GB起步 最高12加256GB 拥有4000毫安时电池容量 支持30瓦快充 配备屏幕指纹技术 有蓝色、灰色和褐色三种配色 至于1加7 则是6.4英寸2340x1080解释屏 后置4800万主摄 加500万像素景深组合 3700毫安时电池容量 支持20瓦快充 同样是骁龙855平台 但存储最高为8加256GB 1加7 连续了6T的水滴屏 1加7Pro 则是弹出式前置方案 无刘海 采用曲面屏 按照此前消息 1加会在今日公布发布会时间 不知这花一亿定制的新屏幕 是不是真如刘作虎所言 用过之后再也没法回头了呢 对于1加这样以价廉定位的公司 如此加强的Pro 势必要比7要价更高 作为消费者 又将如何抉择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